我覺得很委屈 這個 現在在偵查之中 謝謝大家官員 好 憲徒憲政府要再次強調 其實憲徒一切是 依法行政絕無不法 那也要呼籲司法 勿往勿縱 早日還給當事人的清白 這個報導當中 有很多是未經證實 因為現在偵查不公開 那針對當中有特別指涉說 針對這個國圖的禮卷 那麼據了解呢 其實這國圖禮卷是去年呢 在新竹縣政府有獲得 這個竹縣的閱讀機優的第一名 然後所得到2500塊的 國家圖書館發放的禮卷 所以用這樣子的一個 國家圖書館發放的這個禮卷 來指涉有任何不法 實在是大可不度 我想這部分之前 縣府已經回應過很多次了 這是當時選舉時候的事情 那麼再次強調 其實一切的這個政治獻金 都是依法來收受申報 那絕無不法 那麼當中也沒有所謂的 這個對價關係 所以一切都是依法的 也不要呼籲檢調 就是在報導方面 不要就是用不實的意測 一直來帶風向不公桌 我想要先不要再次強調 所有的這個復工的流程 一切都是依法行政 絕無不法 這是要再次強調的 那麼在其實所有復工的流程當中 其實有請了包括不止一家的 這個圖木祭司公會 包括新北還有桃園都有來做鑑定報告 那麼當中呢 這個鑑定報告也都是 內容大致上的一致 也就是上屬安全無餘 所以在這個復工流程當中呢 也是經過了專案小組的會議 還有專案小組的成員來進行會刊之後 確認是這個復工的程序是依法是可以復工 所以才會讓它復工 當中絕無不法 也無任何的對價的關係 公務人員依照他的一個職權 去行使收受不當的利益這個部分呢 那其實它是涉及了違反公務人員利益迴避法 那是受到監察運跟法務部所監督的 那如果說這個事情 經檢調查證水落石出是屬實的話 我認為這個行屬縣政府 應該要速度的進數向社會大眾來說明 他們是不是有違反公務人員的利益迴避法 是不是有偽造文書去篡改 所謂的這個鑑定報告的這個部分 是否有利用職權去收受不當的利益 那這些都是受到相關的法條跟監督的這個部分 那也涉及公務人員是否有獨職 那我希望養文科現場 儘速的向檢調來說明 甚至也是向社會大眾來說明他的一個立場